苗董百科 世界如此简单 恐龙胚胎发育的营养是从哪里来的 体型庞大的恐龙在胚胎发育的过程中 势必要不断获取营养物质 那么这些营养物质从何而来呢 研究表明恐龙胚胎发育的营养 全都来自于恐龙蛋里储存的营养物质 而且主要是储存在蛋黄中的物质 蛋黄是动物卵内储存的一种营养物质 依卵内卵黄含量和分布的不同 可将卵分为少黄卵 多黄卵 君黄卵 端黄卵和中黄卵五种类型 卵生和卵胎生动物在胚胎发育时 便从卵黄获取所需的营养物质 胎生与卵胎生的区别是 胎生是指哺乳动物由母体通过胎盘 攻击胎儿营养 而卵胎生胎儿的营养仍然来自卵内 只是最后产出来的是胎儿而不是卵 我们知道的卵胎生的恐龙有 鱼龙 羌骨龙 还有雷龙等 恐龙会游泳吗 关注苗董少儿微信公众号 回复恐龙 获取答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压过